我现在人数也最多 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如果真的被大家怀疑了 大家真的你们就输了 我最败的一点就是刚才那小男孩小女孩那个 我猜对了 真的我要猜错了就好了 我如果真的是大忽悠的话 没傻到说我所有答案都知道 然后我就答哥也那么答 然后那个小孩也这么猜 然后我现在我也我也我只是说这些 我也不只认识谁真的 你们要猜我的话真的错了 我很坦诚地告诉你们 好了 完了 你的嘴依然这么碎 莉莉 小爱和景欣之间我怀疑是和景欣的面比较大 因为她首先她知道那个分加到多少 刚才一个600一个500的 然后她事实上是想选一个适中的这个前数和分数 但是呢被小爱就是先选了 她没想到 然后后来小爱以为可能选一个更加勇敢一点的 还会分更高 所以就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是有一个是大忽悠的 你已经把别人20秒都用了 小爱 我真的不是大忽悠 请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 然后我个人觉得我听 其实我们生活里没什么主见 我听娜老师我觉得应该是川川 秦川 我觉得他应该是 但真的不是我 因为他哪那个都不像 所以我用牌出发 我觉得是他 来小魂 我一直以实话实说的态度 去让所有观众来讲 刚才丽丽讲说我的分数怎样怎样 我的分数所有的加点成数 全部按照郭老师的意见来的 很有可能是小爱 你们俩之间有一个 肯定是这样 但是看你的分数也太低 我的发言结束 好 谢谢 谢谢